接下来我们要上的东西叫做海底扩张学说 顾名思义海底扩张就是海洋会长大 海洋会变大到海底扩张 我们以前把海洋叫做内太空 外太空我们去不了 我们不知道 内太空在我们边海洋旁边的时候 我还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去不了 看车不了 不知道 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 人类发明一些潜水艇声纳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对海洋做进一步的探测 我们才开始逐渐 揭开海洋的神秘的面纱 然后我们就发现 大洋中间有一个绵延数千公里的大山脉 叫做中阳戟 而在靠近大陆地方很多深邃的海东 那这个中阳戟叫做中阳戟 是因为当初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大西洋 它差不多就在大西洋的中间 所以我们叫它中阳戟 但是其他也有中阳戟 就不见得是在中间 像太阳中阳戟 要靠近东边 也要靠近美国那边 并没有在中间 反正很有中阳戟就对了 这个学者提了一个想法 后来又写了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就被视为海底扩张学说的开端烂伤开端 他说我们的地寒会热队流 热队流里面交过这个上升的下降 那哪来的热 我们前面提过放射性物质的衰变 然后呢会有热 然后这个队流上升 岩浆就从中阳戟冒出来 碰 喷出来 然后岩浆凝固就形成了新生的海洋地壳 同时把老地壳推两边 也就是冒新的老地壳推两边 长出来推两边 长出来推两边 这就是所谓的海底扩张 海洋会长大 海洋会长大 在哪里长大 在中阳戟长大 为什么会长大 因为这里地寒热队流上升 地寒热队流上升关系 所以怕就会长大 然后把老地壳推到两边去 但是 它不可能只有长 如果只有长 那地球要么就越来越大 要么就越来越厚 地球没有越来越大 也没有越来越厚 没有什么意思 有地方生成就有地方会消失 那么在中阳戟生成在哪里消失 海多的地方消失 在中阳戟生成在海沟处消失 所以海底扩张的意思就是说 海洋会长大 会长出新的海洋地壳 在中阳戟生成新的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会消失 老地壳会里莫消失 老地壳在哪里里莫消失 在海沟处消失 所以新地壳在中阳戟生成 老地壳在海沟处消失 大家可能会再讲一遍 学测考过议题 问为什么海洋地壳都不老 因为老地都回家了 因为老地都回家了 海沟处里莫消失 这句话他们会再说一次 这句话学测考过 问你海洋地壳为什么都不老 这叫做海底扩张学说 这边就有一张图 这张图重要 这张图重要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 它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 它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 在现在目前的阶段 它只告诉 它现在目前的阶段 它只告诉你 目前它只告诉你 这边叫地寒对流上升 生成中阳戟 这里叫地寒对流下降 生成海沟 然后呢 中阳戟的地方会有新的海洋地壳生成 然后海沟的地方是老地壳会消失 目前只告诉你这件事 等到学完全部之后 这件事这个图还可以告诉你 这个左边有一块 右边有一块叫板块交界 板块以中阳戟为界 以海沟为界 这个南美会叫安地斯山脉 以新的折奏山脉为界 还有这里有个东西 我以后会教课本 没有教但是 课本只有图 只给你看 但是没有跟你说明 我会说明 这里有一个转型断层 错动性断层 错动性断层 所以呢 所以这边就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 一块一块 所以板块交界是中阳戟 海沟 新的折奏山脉 跟错动性断层为界 然后呢 你还会学到 这里是分开 所以呢 这叫中阳戟叫做张列性的板块交界 这里是撞在一起 所以呢海沟是聚合性 还有植后三脉是聚合性的板块交界 刚刚讲那个 只给你看那个叫做 错动性的板块交界 你就知道它是以什么地方为界 这就是 你以后全部学完之后 可以知道的事情 就是给你介绍 所谓的海底扩张学说 了解一下 在什么地方 新地壳在什么地方生成 老地壳在什么地方消失 为什么在这里生成 为什么在这里消失 地寒队流上升 掌心的海洋地壳 地寒队流下降 老地壳引没消失 这叫做海底扩张学说